感谢所有的朋友收看今天的今夜十点见节目 我是江汉 先谢谢大家不断这个节目的鼓励和支持 我们这个节目谈的是人很多的需要 我们这两次谈的就是痛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痛的经验 还有痛的历史 但上个礼拜我们在梅和勇医师的跟我们的分析下 谈到了疼痛的许多原因 最重要的还提到了疼痛的心因性的关系 和我们生理上的关系 如何有一个和平的相处之后可以解决我们的疼痛 今天我们再次的感谢梅医师在他繁忙的医疗过程当中 来上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再来谈一谈属于你我的疼痛 梅医师你好 跟所有的朋友问好 梅医师好 谢谢 各位观众好 梅医师我想就在上个礼拜我们所谈的 我要先问这么一个问题 我一再的说这是一个关心华人的疼痛问题 因为华人现在疼痛的东西很多各式各样疼 尤其你后来给了几个例子 我觉得可能对很多人心头都一阵说 原来你看到了很多病人背后的疼痛的因素是什么 但是你要晓得所有的病人都有一个痛病 就是没有耐心 我所以为什么中国一句古话永远说不完的就 头痛一痛脚痛一击脚 所以说一直找不到痛因 因为我们在那个疼痛的当儿 我就要去解决我的疼痛 我有的时候在我疼痛的时候 我就说你把我这个神经给我剪掉都可以 因为我有个人我个人有偏头痛的情形几度送急诊 然后我就说你就把我这个头剪开把我神经剪掉 我不要再痛我需要的治疗是那样子 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也经历过一些我觉得痛 我们私下聊天时候您说到了侵入性的治疗 现在很多的医生鼓励你 而一来看的时候 我跟你讲这个开个刀 把这个地方清干净一下就好了 那个地方我把你割掉就好了 你晓得很多的人就去这样 你到了医生那边 我在这里觉得没有意思说这样的是不对 可是您在跟我谈到说 有的时候您的建议是侵入性的治疗 未必一定是最好的 在这一点上我来挑战您一下 看看您的说法是什么好不好 好 我觉得主持人提了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在有痛的时候 完全就是根据你去看哪一个科的医生 你会得到不同的就是建议 比如说你膝盖很痛 然后呢你拍的这个核磁共振的这个影片 也是显示出你有很严重的退行性病变 或者你有椎间盘突出 有很严重的退行性病变 严重的椎间盘突出啊 或者是脊椎体的滑脱 那你去看这样外科医生的时候 那你去看这样外科医生的时候他一定说 你有手术指针这么严重 开得到就好了 好你如果去看一个神经科医生 他会说你这个病我给你吃一点 治疗神经痛的药你就会不痛 因为你这是神经引起的痛 那么你去看一个家庭医生的话 他可能给你看一些一般的止痛片 那么如果你来看像我这样的复健医生的话 我就可以用一些非侵入性的理疗的方法 或者是针灸或者是经络 或者是方疗的方法 方向疗化的方法 把这个造成痛的根源给去除了以后 你就会觉得人生又变得美好了 其实这个痛不见得就是用开刀就可以解决的 而且我们要知道手术后 往往有一些手术的并发症 如果你康复的不得当 或者是机体的一些过剧烈的反应 会造成严重的疤痕啊 就是除去手术的误差之外 你本身都可以造成一些复健过程中的困惑和干扰 所以呢 我是觉得先从保守的资料 先找到我们这样的复健医生 当然也要合格的好的 他能找出你痛的原因 我现在就举个例子 我先回顾一下 我在做助言医生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个南非来的骨科医生 我们到他就是office去 他的墙上从天花板到地上 放满了好几张这个骨骼的照片 那上面一些骨骼就是七歪八牛 非常的畸形 然后这医生也很高大 然后呢他就说同学们 你们看着这个 这个些X光片子 是一个人的内在的病变 你们觉得这个人需要什么治疗 那么我不愿意疼的说 要外科治疗 纠正这些骨骼的畸形 他一定很痛 然后这个医生说了一句 我终生难忘的这个富有哲学意味的话 这指导了我今后做痛整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理论基础 他就说大家看这个骨骼照片就是我的 你们觉得我看着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高大的一个白人医生 也很和蔼可亲 他可能就是六十多岁的样子 站得也很正 我都看不出他有什么任何不好 所以呢他就跟我们说 我们看病是要看这个病人 而不是完全去看他的这个X-ray 或者是核磁共振 要看要参考 但是更重要的看病人的感受 他说这都是我之前二十多年前的病变 可是我现在通过复健的锻炼 理疗 还有自己的身体锻炼注意 我现在一点痛都没有 这是一点 还有他跟我说了 跟我们这些同学说 他说你到马路上抓十个人 他没有疼痛的 你就去给他做核磁共振 可能里面就有四五个人呢 有不同程度的退行性病变 椎间盘突出啊 脊椎滑脱啊 扭曲啊 这个那个的 但是他不觉得痛 他从来不会去找医生 但是呢 你把到你诊所来 非常剧烈疼痛的病人去 同样做这个 这个核磁共振 或者是X-ray 你会发现 可能也有一半的人 他什么病都 不说什么病都没有 他至少 他的看到的影像的这个资料 和他的症状是不成正比的 可能他的痛表现得更严重 可是他的X-ray拍出来 或者MI拍出来 就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呢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要看病人 而不是看 广看这些实验室的一些数据 那么内科医生也有同样的问题 当然我以后可以讲到 不在这个这里讨论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首先看到功能 有没有受影响 比如说他的颈痛 然后呢 你看那个片子上 他有很严重的 退行性病变那个颈部 但是他来看的时候 可能就是落枕了 他就是一边的颈部的这个肌肉 就是痙攣了 你只要把那块肌肉放松 他就不痛了 那我最近看了一个老先生 是西医各种方法都用尽了 他还是不好 还是痛 他是什么原因呢 他就是颈部有皮肤癌 做了放射疗法 是 所以他整个皮肤 跟下面的肌肉和骨骼 紧紧的粘连在一起 就是变成像一块皮革一样 所以他略微动一动头 根本都动不了 他就痛得要命 那么医生用了很多 华丽的治疗方法 什么干细胞啦 什么注射 这个注射那个都不管用 那最后呢 他们想起我有治疗痛症的绝招 就送到我这来 后来我一看 我就用我的针灸 把他的皮肤和下面的组织 分离开来 把那些 这个很严重的粘连 分离开来 他头就能转了 就痛 每次来痛的痛不欲生 走的时候 是非常的开心 所以我就是说呢 你要第一找到痛的原因 第二 就是说不能广看 这个影像学的这个资料 要根据病人的情况而定 梅医师这里提到了说 要看病人 而不是看这个病人的X-ray 或者他的核磁共振 坦白讲 不仅是您说 这个医生是讲的一句话 您终身难忘 也是我们在听到的人 也觉得终身 觉得很稀奇的一个说法 梅医师这样子 我用我自身的例子 来跟您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我也是为了所有朋友 我相信很多朋友 跟我一样是膝盖疼痛 那我膝盖疼痛呢 除了跟我身材不小之外 有关系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 当然我运动非常的大量 当我大量运动之后 严重的伤害了我的膝盖 就像你说的 今天我觉得我得到一个 非常的重点是说 有的时候不见得侵入性的治疗 一定是好的 我觉得有一时候 我们要开放我的胸襟 来去接受这种 这种物理式的一个治疗 我就坦白的跟您承认 我造了核磁共振 或者我造了X光之后 我的小医生就告诉我说 我跟你说 我跟你膝盖打开来 给你清一清之后 这是为创 很容易 我就开了一次刀 但是还是痛 因为要晓得我做节目这么久 我的人脉关系是够的 又还可以又再去找到 另外一个地方的名医 又来给我治疗 中间您只要说得出来的东西 除了injection之外的 jelly的injection 我还做了肉毒的膝盖治疗 我也在我的膝盖上做了PRP 我也在我的膝盖上做了 最好的干细胞的治疗 打针进去 这说明了一个东西 我实在是一个没有耐心的病人 OK 我一有疼痛 我就马上觉得要治疗 因为我迫不及待的要运动 这是我的问题 但是就说明了 其实侵入性的治疗 我两次开刀完的经验 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 非常不好的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 我疼痛 我要解决 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这是我学到一个 很好的人生故事 面对像我这种 没水准的病人好了 OK 就是或者急性质的病人也好 你会来告诉我说 有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去做物理治疗 我现在完全放弃所有其他侵入性的 打针的什么东西 我就慢慢的开始做物理治疗 OK 但是我真的没有耐心 我真的每一次做这些重复动作的时候 我都好那个 所以我一想 明医生你可以找到一个病人 我需要一个这样的人 给我一些碰到这样的 我绝对不是那唯一的例子 一定像我这样的例子很多 碰到我们我这样的病人 您会怎么来做 好 你刚才说的很多治疗 都是针对关节腔里面的病变 来做打进去 但是往往就跟椎间盘突出的病人 腰痛的病人 有很类似的一个相比的地方就是 很多时候真的不是关节腔里的问题 也不是腰椎这个骨头里面的问题 它是周围肌肉的筋卵 或者是这个肌腱炎症引起的疼痛 那这个时候 你只要把周围造成疼痛的痛点的肌肉 给它放松 给它消息 你这个痛大部分就会消失不见 你的行动就会比较轻松置入 但是 那么我们就说 如果我这个关节腔里的病变还在 比如说像那个半月半的碎裂了 或者是里面的韧带有破损了 那怎么办 好 当你疼痛 就是关节周围的这些肌肉放松以后 你知道会发生一件事 就是对你局部的膝盖 就会血流灌注 血液循环 或者中医受的气血的灌注 就会增加很多 因为这些肌肉筋软的时候就把它 像一个铁盔一样 把它封住了 气血进不去 血液循环进不去 你进不去的时候 这些帮助你 愈合的元素都过不去 营养和元素都过不去 所以当我给你放松的时候 你整个人就放松了 所以你的膝盖会得到更好的 疗愈的原料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还会做一点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是膝盖里面的东西 作为一个触发点 会引起周围肌肉的紧张 那我就会对你的膝盖进行一个保护 用一些绑带啊 或者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 我觉得非常好用的就是一种运动的胶带 它可以固定住保护你的膝盖 如果再严重可以用这个 呼吸 就是可以把它包起来固定 当你一固定的时候 你运动的时候 那个造成损伤的部位 就会被保护住 然后肌肉也不会用力 因为 因为你外面有另外一层东西在工作 在保护你 你原来受伤的肌肉不需要工作 然后它得到了充分的休息 得到充分的养分 它就会慢慢好起来 如果你开了刀以后 不对你膝盖进行保护 那那个痛还是会回来 这就是为什么你做了很多 很华丽的治疗以后 真的华丽治疗 OK 谢谢 还有一点呢 就是 还有一点呢 除了这个保护 用那个运动的那个胶带啊 或者什么保护 还有一个要做正确的 锻炼 你说哪块肌肉 尤其膝盖的话 我们大腿上的肌肉 有骨四头肌 后面有 后面有那个 这些肌肉都是跨过关节的 终止在小腿的骨上 如果这些肌肉锻炼 强壮的话 就可以给你形成一个天然的一个呼吸 是的 你不要淡呼吸了 你就用这个强壮的肌肉给你包裹起来 但这个要锻炼的 那么锻炼哪块肌肉 那就要由治疗师来设计 不是说就灯灯腿啊 什么到gym去弄一下 要有人指导 但是也不难 教会你以后 你可以在家里重复做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痛越来越少 我的腿也越来越有劲 像您刚才提到的 您是喜欢运动的 好 那这时候我一定让你在运动中 经常会用到的那部分肌肉 首先把它固定起来 给它保护 第二我会要你做一些被动的加强的锻炼 除了治疗一般的我的诊所的治疗之外 一定要加上这两个 我非常感谢你完完全全回答我的问题 针对甚至我还没有想到 我觉得其实就是对的一点是 我没有用对我的肌肉 所以我就没有加强我的肌肉 去扶持我的膝盖 常常我最大的问题恐怕 太好了 谢谢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其实当然我膝盖的问题 绝对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我相信成千上万的华人朋友们 都有这个问题 那么您除了在做治疗的时候 您还会帮我们设计 属于我个人的肌肉加强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意象 来导播我们上第三章的幻灯好吗 不然的话我们可能要把 没意思讲到很久 这个我们上礼拜讲过了 来 这个可以讲一下 好 好像我们也谈到一些 但是是很重要 对对对 那我们就过了吧 好 我觉得这个好像我们刚好在前一章问题里头 这个都是消炎症 这些都是解说肌膜的东西 触血 这个我觉得而且谈到身心东西 我觉得我们提到了 来我们往下一章走 这一章会比较有兴趣了 这是我家里就用得到 找得到的方法吗 对 这就是我建议各位呢 就是经常有疼痛的 不是疼痛 有疼痛的病人 或者朋友 在家里可以备一些这些东西 这些就是居家常备的一些物品 也不贵 但是会帮你很多 首先呢 对不起 难怪我这样礼拜在跟您说说 我说 我说美食你来 会不会 我觉得因为要去治疗疼痛 很cost 他说 江汉完全不会 每个家里都可以有帮助你解决疼痛的方法 甚至很多东西 你在Amazon在哪里都买得到 一点都没有问题 我看到您这幻灯片 我才恍然大 我家有非常多的 Apple的Salt跟白醋 尤其我烧 Mandy Costco一瓶才2块9毛9 3块9毛9 太好了 请您继续苏打粉 好 那我现在就讲呢 比如说这个白醋 白醋 其实我建议每家都 配上一个Garren 你即使你没有痛的话 作为你拖地板 清洁 我顺便讲些体外话 这个我们买的水果 蔬菜 有很多洗干净的方法 网上也介绍 我总结了一下 我发现用白醋就倒那么一点在水里 然后你浸泡那个水果蔬菜 是洗得最干净 又最不会残留任何东西在这个蔬果的表面 所以我是觉得一个Garren的白醋真的是很有帮助 对每一家是必备的 那么当你有那个急性疼痛的时候 举个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在subway的那个电梯上就摔下去了 结果呢 肋骨骨折很痛 那这个时候你想肋骨这边你怎么治疗呢 除了用绑带固定 然后他就 我就教他用一个毛巾 蘸了一个稀释的这个白醋的水 然后就敷在上面 因为醋有收莲 消肿的作用 所以呢 他过了两天就不那么痛了 肿也消了 就是在你身 就是身边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 这个家里 这个sink下面放的东西就可以帮到你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是我说的Epsom Salt Epsom Salt呢 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但是呢 我可以说一下里面的成分 它的成分呢 是硫酸酶 那么酶离子呢 其实对我们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 有辅助健康的作用 那么它在这个伤痛的里面的主要作用呢 酶是一个放松肌肉的 有这么一个功能 所以呢 你比如说 今天冬天过了以后 春天了 你要到院子里去修剪 除草啊 做些什么东西 弯腰弯 弯了半天 然后回到家 一定是腰酸被痛 或者呢 你到这个健身房 去锻炼 其实不锻炼 其实突然去锻炼 浑身的肌肉都拉得很痛 很那个绷紧的 浑身酸痛 这时候你说要去做理疗 或者做怎么样 它也很难把你全身都治疗好 原来那种绷紧疼痛的感觉就没有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还有呢 你局部如果有肿痛啊 如果那个醋还不解决问题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美盐 这个硫酸美的盐和醋混合在一起 做一个热服 这也是非常有效的 居家的 这个消除疼痛的一个方法 那么 下面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处的下面 就是有一些彩色的 这个绷带 我 它就叫自粘形的绷带 这个绷带呢 它不需要你另外用 这个 用那个胶带把它固定 它互相之间 你一压的话 它互相能粘住 那么这个什么好处 它还有一点伸展性 所以举个例子 你在野外去hiking啊 去爬山啊 野营的时候 我建议你都带一个 万一不小心扭了脚脖子 这个踝关节扭伤的话 走路很痛的 然后你就把它裹起来 把脚踝的部分裹起来 然后它自己就可以粘上 你不用任何的额外的工具 然后它就给你的 扭伤的脚踝 就会有一个 多一层的固定和保护 这样你再走路的话 你至少可以撑到回家 都不会很痛 比如说主持人喜欢打球 那个网球轴 他打的时候 那个手打得很痛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手轴上 裹一圈这样的 当然我们现在还有 更好效果的一种叫 运动的胶带 那个呢 包起来就会要有一点技巧 也需要一点专业知识 而这个呢 你无论怎么裹 只要把换处裹住了 保护住了就行了 就非常好用 我建议你们呢 买一些 这个药房都有卖的 Amazon卖的话 更好 因为它比较量大一点 会比较便宜 好 那么 再有呢 右上角 这个 看到吗 这个女士在做一个 拉伸的运动 拉伸的运动 这个拉伸呢 我们也是以后会讲到 当你把全身的筋 拉松的时候 你的疼痛就会不见 一大半 说不定更多 那么这个拉伸呢 有一点 你有的时候有些动作 你做不了 对 你要家人帮助 或者到这个健身房去 让教练来帮助 那么我就给你提个建议 就买这种带一个圈的 loop的这种拉伸带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女孩子 她的脚上就套住一个 然后呢 这个长短根据你自己需要 然后用你的上肢 用力往前扳 它就可以带动 这个腿部的运动 就把一些非常难做的运动 利用你两个手 或者脚的不同的配置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完成 一些拉伸的动作 我特别推崇这个 而且在YouTube里面呢 也有很多教你 怎么样用这个拉伸来 加强你全身的这个柔韧度 这个尤其对单身的 没有帮助的这个朋友来说 是非常好用的 那要是到我诊所来呢 我也会送你一个 我就是觉得 如果你用了这个以后 你可以减少来看我的机会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也看到 电视上说的 经常一寸 寿延十年 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说到这一点 因为其实前面 你说的东西已经很重要 很重要 但是讲到这一点 我要说一个 疫情这一年半以来 很多人都发现自己缩了 你知道吗 很多人这一年 这一年因为没有伸展的 也没有有足够的stretch 很多人不自觉的缩了 然后再去拉的时候 就觉得到了一个地步 我不能了 那种痛苦 所以这一个东西 是可以帮助的 我今天看到 我很exciting 我觉得这个很棒 真的 我真说买的话 我都是几打几打的买 一打就12个 对不对 贵不贵 我们去买的话 贵不贵 都不贵 因为我记得 我记得 每一次上次来就说 所有这些东西 我要介绍给你的 都是每个人 自己家里头做到 而且不贵的 因为你刚说的 那个美颜 流砖美颜 其实我自己就是用 当我很疲惫的时候 当然我没想到说 还可以加一点醋 或什么的 那是做热服这些东西 但是我在 我在bestop里头 放一点 出来神清气爽 这都是我们 可以做得到的东西 但是那个绑带道 是我也是今天 第一次听到 那那个这个 你知道这个英文 要怎么说 我们怎么可以上网 去找到这个绑带的 我可以告诉你 它就叫adhesive bandage adhesive self adhesive adhesive就是年 ok adhesive 对 self就是自己 自年的 自年性的绑带 好的 对 那这个真的很重要 因为尤其你晓得 华人 当然我指的是 像我们这种 上了点年纪的人 就是又喜欢hiking 又喜欢登山 常常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然后一半呢 只好看着人家走了 我们继续这样 一拐一拐的下来 就有这个东西 吸败着 真的很有帮助 我看到你这个拉伸的 我好兴奋 因为我们随着年龄 很多的筋骨是扯不开 特别就像我跟您说的 这一年因为疫情 很多人是伸展的不够 就缩了 这一缩再拉开来好难 太好了 谢谢梅医师 不客气 我们往下 不梅医师 我跟你讲 我们介绍完这一章之后 我们要今天先结束了 因为我们下个礼拜 还得要麻烦您再来一次 来请您先继续走这个地方 因为广你下面 你下面好几个问题 恐怕我都还想要问 怎么办 那我就先简单的介绍 一个热肤店好吗 好 先讲到热肤店 之后那个精油的东西 我有tons of a question about this OK 那我们先讲热肤袋 热肤袋这个问题 OK 那我们首先要讲一个概念 好 我们是热血动物 对不对 对 不像蛇 是冷血动物 所以呢 我们整个身体的器官 都是要在一定的温度下 才能正常工作的 比如说我们的胃 你吃了冰的东西以后 它就会不舒服 而我们的心脏 是充满了动力 不停的搏动 它也是需要温度的 你受凉了以后 就容易 这个心肌梗塞啊 胸痛啊 这种 所以呢 另外一个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 就是肌肉 肌肉呢 它表面有一层 就是我们买猪肉啊 牛肉的时候 都会看到有一层 白白的薄薄的 这个薄衣 裹在这个肉表面 对吧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 肉比较嫩 会把它 就是把它剔除 但这一层就叫筋膜 那筋膜有一个特点 它碰到受伤的时候 或者是冷的时候 它就会软缩 它这一缩不要紧 它带动下面的肌肉 都会筋软和这个绷紧 那么这个热呢 还有一个 这个热敷垫有个什么好处呢 你往身上痛的地方一放 比如说你的膝盖痛 那你就放在膝盖周围 好 然后呢 这个筋膜呢 遇到热 它就会融化 就变成半流体的状态 它一融化以后 下面的肌肉 它就会跟着舒展 然后你这个筋软 不就很自然的就疏解了吗 所以呢 很多人 我们会建议 当你就是有痛的时候 尤其是慢性痛 我们都会建议你用热敷垫 但是一般来说呢 很多人说 我有个热水袋 我有一个什么小的 发展大的一个热敷垫 我建议你每一家都要背一个 至少一尺乘二尺宽 最好是一尺半 乘两尺半的这么一个尺寸的 这样正好把你整个后背 或把你整个腹部都涵盖到 这么大的一个 你会觉得你很幸福 你有了这个大的以后 你再也不会去用那些小的 然后呢 当然插电的会比较好 因为它可以持久的热 热水袋呢 一般来说就是 一直一点的 对对对 但是您提到的这一个 你刚才说一尺长的这个东西 那你是说 一的是我们背部躺在这个热敷带上 或者你把这个扑在你的腹部上 并不是说找一个 完全给你整个腰部从背到前面 绑在一起热敷的这个东西 不是这个是不是这样的 我诊所呢 这个热敷 热敷店是专业的用的 那他呢 那个在外面会有一个套的一个像 整套的带一样的 套在外面 他带一个绑带的 就是说有一个尼龙的搭盘 所以呢 我可以很容易的固定到身上任何部位 肩膀啊 颈部啊 或者腰 比如说你腰痛的时候 就把它横过来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热敷店是长的 就横过来 但是你如果没有那种设备的话 一般的你在Amazon买的话 不带那个给你固定的那个东西 但是没关系 对 男士的话不是有 有腰带吗 腰带上一根下一根就把它固定住了 然后女士的话 其实男士也可以 如果有太太的话 也可以问太太要 宽的那个围巾 就可以把它绑上 对不对 对的 所以我们要随机应变 就是说怎么对自己身体好 家里工具材料到处都是 关键你要有眼睛去发现 什么东西可以帮你的 所以疼痛呢 有的时候也不能懒惰 你眼睛睁开 就像您刚才用的形容词 在你家Sink下面 就有你家的治疗的用品 对不对 在我们家的这个水槽下面 就有很多的治疗用品 然后加上还有一点就是说 有的人就说 哎呀热敷带我懒得弄 你要是懒 你就没有办法解除你的疼痛 非常感谢梅医师 在用自己的时间来跟我们谈这么多 我觉得您谈的是非常实际 可以真实帮助我们的地方 所以梅医师下个礼拜您要跟我们谈到精油的部分 很多人觉得精油变成一种时尚 但是到底精油对于很多人来讲相信 但很多人说天哪这么一条瓶就这么贵 我怎么舍得 然后到底其中有什么样的秘诀 对于身体疼痛的治疗师来讲 您用很多的说法 就像您今天用这么简单的方法 的确我信也说服了我们很多人 感谢梅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的这一些 麻烦您得要再播融一次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梅医师 那主持人我可不可以给我一分钟时间 我加一句 因为我刚才说了热敷垫的好处 然后呢我也要讲一下热敷垫的禁忌 OK 禁忌就是在急性有肿的肿痛的时候呢 是不要用热敷垫 这样会加剧你的肿痛 OK 24小时之内用冷敷 冷敷用什么好呢 就是用毛巾 你把自来水龙头打开的那个冷水 已经足够冷 可以降温了 可以帮助你消肿 但是我们社会上一个传统的观念呢 就是用冰敷 对 冰敷其实是很不好的 我希望主持人给我多一分钟 来解释这个 Go ahead 因为很多医生都说冰敷抬高腿什么什么 都是Rice嘛 那个procedure 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 冰敷的这个温度太低了 它会把一些毛细血管 这个毛细血管给整个就会关闭 因为一冷它就收缩 对吧 预热我们就会扩展 所以呢 当你用冰敷超过一分钟以上 这个局部的微循环就会受损 而这个地方的这个肌肉损伤也好 脏气的损伤也好 它的恢复就会比没有冰敷要慢得多 所以呢 我就是告诫大家 就是用自来水的冷水做冷敷 已经足够冷了 如果它回热的时候 你再用再去拿新鲜的冷水 再来泡一泡 然后再来冷敷 就这样 所以见过每一生的病人 他们都知道不用冰敷 希望听到我这个心肌的病人 你这是法时代的说法 我们常常就听到的说 应该冰敷 但事实上冰敷的效果反而不好 我们 但是您 我觉得您非常加了这一两分钟 是很重要的 因为混沌就是热敷 但在我们有肿痛的时候 热敷是不好的 但是用冷敷 冷敷一般水龙头的冷水的温度 就足够了 用不着冰敷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谢谢梅医师 好 那我们把我们把更精彩的留在下个礼拜 感谢梅医师的时间 也谢谢所有的朋友 我们有这里 有梅医师的联络的电话 和他的email 跟他的微信的账号 你们可以 他说了 现在佛远为界 有任何人有问题 能够帮助到您的 他都非常的乐意 我们欢迎大家 不要失去了这样一个好的机会 跟这一个非常贴切的医生 我们有进一步的聊 然后了解您的困境 谢谢梅医师 也感谢所有的朋友的观赏 我们下礼拜再见 拜拜 谢谢主持人 拜拜 谢谢梅医师 谢谢